但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老师 因为您是创始人 您一定是经历过很多次 才研发出水应该怎么流 那比如说您之前在 就是我们目前看的 这么漂亮的作品之外 像曾经操作方法的失误的 已经多少负了 这个肯定是不计其数 不计其数的 而且作品不计其数 时间也是相当的漫长 那其实我走过了 十多年时间到目前为止 从最开始 创造这个水中水墨画 从最开始的一点 都不能实现的情况下 到现在就完全就可以 把这些画作都能够表现出来 那您有想过放弃吗 比如说像 因为我觉得其实说实话 就是第一人是很难的 就像您讲的刚才那样 因为稍微一点点的 这个失误 就会造成整幅画的瑕疵 就是那您有没有想过 比如在这个过程 有没有想过放弃 在我们看了 这么漂亮的画作之前 放弃了很多次 放弃了很多次 因为我是做一个创始人 那么没有前面的 可见见的 可见见之处 类似的也没有吗 只是不同的画风的也没有吗 都没有 因为之前 就是有水面作画的 我这个是水底下作画 而且完全在水中 这个摸索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困难 那么可以说是一路经济 那一路摸索自己 张老师 应该很多人都想要获得您的画对吧 对的 我当时这个作品 人家可能是花了高价购买我 包括 出多少钱啊 那个龙 几万嘛 我没有卖给他们 你现在还没有把您的画出售是吗 都没有出售 到目前为止 那展昕现在一共留存了多少了 作品不这么多 我都毁掉了 还有很多的地方 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主要是 我觉得其实你看 他也是那种将人 他觉得自己还不够专业 被大家市场估值 达不到他的标准 他宁可不要上市 是吧 避免影响他后面那个 对对对 对他价值的评估 你有涂地吗老师 还没有 为什么还没有呢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个艺术 还没有完善 我发现 自从我 我研究了这个水墨画之后 水中水墨画之后 里面奥妙太多 我是一下子接受不过来 因为我之前梦到的 想象不到的 里面都有 这部空间还有很大 他真的有惊威心 东西学 现在很多人 一旦有了这样的水平 都会愿意去交学生收费 但他都没有交学生 说他还不够